郑州亲机场是越文海建起来的 把老机场搞成郑东新区 把新机场建起来 那是要空军同意的 中国的军队就是两个帮派嘛 山东帮河南帮 越文海在军方的势力有多大 然后再把富士康搬到河南一个陆地 叫中原港口陆地港口 是谁干的 越文海干的 那是多大的事 越文海把整个富士康弄到郑州 他把整个空军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变成利益 河南新政机场 那多少地开发呀 那里有多少业总会 你们知道吗 河南最大的新政的一个外国学校 那是他自己开的 越文海的老婆在美国教美国人英文 厉害吧 在洛杉矶 越文海开着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就是提供小女孩小男孩 这就是生意 你觉得那些北京的当官的 跟越文海这样要他钱吗 那是小事 越文海是个洗钱的一个好白手套 他为什么去民族证券 因为民族证券可以帮他洗钱 证券是洗钱最好的工具 所以说这些大佬们 军方 政法委 安全部 中南海 所有的河南帮 那个时候说越文海能认识一下的 那他都不知道烧多少位高厢了 为什么 能帮你洗钱 能帮你买股票 能让你挣钱 让你挣多少挣多少 所以这些人就把越文海弄去了 没有玩过中国的政治资本的证券 证券是中国第一的 他白手套洗钱的 第二 玩不了证券才玩银行 然后再玩长期的 叫平安集团 叫陆新所 蚂蚁金服 那叫国际政治 中国国际政治 中国的内部证券叫中国政治 中国的证券行为叫中国政治经济 到国外的 像扇尾健这样的 像马化腾啊 像沈南鹏啊 叫中国国际政治经济 越文海这么早就玩中国政治经济 中国国际政治经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